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缺少的一种调节剂了 如果男人无法满足女人这些要求的话 女人就会变得很郁郁 很憋屈了 甚至呢是还会想着从外界来获取这些需求 所以男人呢要想家庭生活安稳的话呢 就应该必须要用实力来稳住女人的心 女人的心安定了 她才会安心的去守着你和孩子 毕竟现在这个社会诱惑是太多了 所以不敢保证呢 自己能够经受得住别人的诱惑 第三点就是满足她爱的需求 男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对女人又是送花又是送礼物的 可一旦结了婚呢 男人的行为都会销声匿迹 她们不再费心思的去给女人制造一些惊喜和浪漫 甚至呢 女人偶尔想要在节假日的时候呢 过得有仪式感一些 都会觉得 女人天真就是很肉质 不切实际 她们认为呢 女人结婚之呢 就应该安分的相夫教子 自己惊喜和浪漫呢 那都已经是过去世了 其实越是结婚后的女人 男人 越是需要满足她爱的需求 男人们 你们有做过几个满足你们妻子的呢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对本期的话题呢 有任何好的意见 期待你的留言分享 同时呢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 点赞加收藏转发哦